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413集 顶不能动用 他只能寄出此炉来折磨对方一番 炼化不了你 我也要让你退层皮 小子 你这点温度远不够 小话本王还差得远 这里边真是缓和太舒服了 再加把力气 矜持小鹏王充满野性的声音 传出不可一世 嗡的一声 混沌石竟然轻颤 一道道锐财射出没入火炉中 让其光明璀璨无比 像是一轮太阳在燃烧 离火炉上 那几只模糊的神鸟顺势消失 没入炉体中 让火炉吃热到极点 叶凡很吃惊 这是 离火炉竟然可以引动混沌石的力量为己用 后方 其他人都露出意思 尤其是江家未来的神王 身体更是一阵 双眸中冲出两道神王 似乎非常的震惊 初时 金翅小鹏王还在讽刺 但很快就默不作声了 而后发出了低吼声 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炉子呀 难道连金翅小鹏王都可以炼化不成 居然可勾动混沌石的力量 这有些不可思议 金翅小鹏王剧烈挣扎 在混沌立场中动了起来 可想而知 他面临了怎样的危局 肯定是在拼命的震动 而后 叶凡打开颅盖 将金翅倒了出来 想看看他怎么样了 结果 所有人都变色 堂堂天鹏族未来的王者 被烧得浑身漆黑 像是坠落进了霉坑里一般 小子 不过 他的眸子依然犀利 如两道电芒一般射来 很好 今天就是化不了你 要把你的一身鸟毛烧光 叶凡反手将其劈了进去 笔合炉盖 将离火神炉 置于混沌石上 这 这所有人都心中意涵 长时间下去 金翅小鹏王必然会被炼死 直至到了这一刻 诸多圣子才真正的产生一丝巨异 被一个道工秘境的修士杀死 真的太不值了 在叶凡转过身来的刹那 诸多圣子行动几乎一致 眉心全都光芒闪烁 他们将最强大的兵器移到了那里 护住了石海 叶凡扫过了所有人 这让他们多少有些紧张 性命不见得真丢掉 但是被当众烧成黑炭 太有损颜面了 尤其是几位女子 他们风华绝代 管绝天下 如果被人这样亵渎 那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道一圣地的传人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道姑 拥有大道的气域 静静地站在那里 但没有雾气缭绕 没有光滑闪烁 但是呢 却很缥缈 无法见其真容 此前 他仅凭引诵五两天尊四个字 就净化了数千阴兵阴马 其无上妙音 让人震撼 此刻 他发出天籁之音 如明珠落玉盘 非常的动听 叶施主 你还是赶快离去吧 不然的话 恐怕危矣 另一旁 摇池圣女 蒙蒙隆隆 一吐出动听的天音 各教得有太上长老来辞 你 还是早些离开吧 长州 如果说有谁还能淡定 那么肯定是吴中天 李 黑水 江淮人等人 他们老神在在的根本不担心 甚至 暗中传疑 帮助叶凡出主意 叶兄弟 干脆玩票大的 将他们都收进炉子中 炼成灰即算了 将来 整片东黄就再也没有人 可与我们争锋了 就是啊 早就看这些人不睡眼了 一口气都化成灰 让各大圣地去哭去吧 叶凡不出声 来到摇光圣子的进前 轮动墨盘大的金色巴掌 猛利的皮杀 可是 摇光圣子万法不侵 圣光树斩出 如一层金色的云烟遍布体表 防御力 即可谓是同代天下第一 我们有仇吗 摇光圣子被打得连连颤动 但是话语却依然很平静 叶凡并不出言 他知道此人非常可怕 对他的顶是志在必得 曾去云短山脉等地 数次追过他的踪迹 甚至他很怀疑 当初在为了夺黄血赤金 装扮成太古生物的人 不是老刀把子 而是摇光圣子 每当生起这种想法 他都觉得 摇光圣子可怕无比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连自己的人都照杀不悟 尤其是对方此刻 还能如此淡然 这份心境很不一般 这绝对是将来的大敌 叶凡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开炉 将摇光圣子扔了进去 狂荡一声盖上了炉盖 非常的干净利落 你 夏方 摇光圣地的人大惊失死 万没有想到 叶凡如此的果断 将他们的圣子 直接投入神炉中 这是打算炼成灰呀 你得罪了机甲 还想与我摇光为敌不成 夏方的人喝吼 每次机甲的人追杀我 都少不了你们摇光的人掺和 早就与我为敌了 叶凡冷笑 离火神炉内 金翅小鹏王不断的低吼 摇光圣子也传出了闷哼声 显然在忍受着难以想象的高温 光明神殿中 有人向外冲去 想要引来各大叫的太上长老 出手毕掉叶凡 可是 当他们出离殿门时 一下子被数百杆大气包围了 迷失当中根本冲不出去 这是叶凡进来时 特意布下的道文禁制 在不老殿时就曾用过 连老妖的肉身都可困住 众人一阵大乱 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根本冲不出去 这里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我想知道 你这个火炉是从哪里得到的 江家未来的神王 突然以神念传一 听不出是男是女 显得很神秘 难道 与你们江家的太阳神炉有关 叶凡豁得回头 向着浑身都被神铁甲覆盖的 江家神体望去 江家的神王体答道 与我见过的太阳神炉相去甚远 但却有一股类似的气息 叶凡没有耽搁时间 静止来到了姚夕的身前 这让她顿时变了颜色 两者的恩怨太深了 姚夕先机玉体 婀娜挺秀 姿容绝世 有清城清国之貌 既有妖女的魅惑 又有圣女的高洁气质 很有诱惑力 而此刻 她却难以平静 情况对她非常不妙 亲本家人 奈何 叶凡画出一只金色的大手 拖起摇膝的下巴 近乎调戏 叶凡 你 下方 妖光圣地的人几乎沸腾了 圣女代表了圣洁 不容亵渎 叶凡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等事情 其他人也都紧张了 叶凡胆大包天 肯定不仅仅是针对这几个人 恐怕各大圣地的传人都很危险 他也许会亵渎各大圣地 东荒 诸圣地的圣子与圣女几乎来了大半 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一批圣主 代表了未来与希望 如果叶凡疯狂出手 将在场的人都干掉 不说绝灭 东荒年轻一代也差不多了 这必然会导致英才凋零 断绝一个时代 是一种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光想想 就让人机体生寒 是你 妖戏很平静 仅仅吐出了这两个字 没错 是我 叶凡幻化出金色大手 拖着他的下颌 神色自入 这些话很平常 旁人根本不会注意 但事实上两人暗藏疾风 恐怕也唯有旁边的 瑶池圣女能够理解 瑶西 从离火神炉 认出了叶凡是那个小道士 共同进入过太出禁区 见他拿出过此炉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显现出了 瑶光圣子的淡然与可怕 方才他波澜不惊 被叶凡扔进炉中前 只问了一句 我们有仇吗 事实上 无论是做小道士时 还是真正的叶凡 都与瑶光圣子看似无仇 叶凡只是推测出 太古生物是瑶光圣子装扮的 并不能确定 故此他什么也没说 直接将瑶光圣子 扔进了神炉中 我认为我得到你了 我认为你不过 你不过 我认为我得到你了 在这边 是 我认为你不过 我认为你可怕 我认为你能估议